乌克兰反攻入侵库斯克 但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却老神在在 他说乌军遭受的惨重伤亡 可能使得全军丧失战斗能力 反而让俄罗斯军队在乌东更没有阻力 乌克兰的官员原本预期 莫斯科会从乌东来调动部分的俄罗斯军队 结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就承认了 这场赌博没有得到回报 眼见乌军陷入瓶颈 现在英国政府要给乌克兰 650枚轻型多用土肥弹 乌军无人机宛如电视影集 《冰与火之歌》中的龙一样 喷洒设施2400度高温的铝热剂 乌克兰第116机械化铝 派出名为Zikaris的喷火无人机 虽会驻扎在树林间的俄军营地 展现惊人战斗力 赫赫有名的亚素营 也在卢干斯克打出战果 亚素营士兵在暗夜的掩护下 悄悄地逼近俄军战壕 透过热忱向夜视镜锁定敌军后 连环开火 两军对峙许久 二兵最终还是举起双手投降 在这场夜戏中 乌军成功俘虏两名敌军 并歼灭其他不愿投降的二兵 但CNN发现在近期交火热点 乌军波克罗夫斯克市前线 莫斯科的军队则是当场击毙 无军战俘 乌克兰国防部还拦截到这段对话录音 乌克兰检察官表示 在28起行动中 有高达62名投降的乌冰 惨遭处决 痛批俄罗斯的手段 极其冷血 随着乌军在东部前线吃饼 俄罗斯总统普琴警告 乌克兰入侵库斯科的行动 只是让俄军更容易夺下 顿巴斯地区 事实上乌军8月 无预警入侵库斯科的行动 确实让俄罗斯一度措手不及 不过此举并没有逼迫普琴 将一些部队从乌冬调回俄国境内支援 美国战略专家毕比分析认为 虽然乌克兰的库斯科行动 仍处于早期 但恐怕注定要走向失败 更惨的是美国专家指出 俄罗斯会趁机消灭入侵的乌军部队 乌克兰政局也陷入部门 近期进行开战以来最大内阁改组 5号国会表决通过委任9位新部长 将接替外长职位的是前总统顾问 斯伦斯基自拍影片 感谢国会议员稳住政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海森威东方经济论坛上 普京再度递出橄榄枝 公开表态愿意和乌克兰坐下来谈 是不是刻意释出和谈风向 还值得后续观察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是不是自费帮美国站岗呢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在新竹的乐山雷达 这也是我国加入 五眼联盟勤资交换的系统 由国安局对接外国勤资 这也是美国卖给台湾的 高科技军售 这个耗资就超过了420亿新台币 2013年前军可以360度追踪 3600公里外的目标 还可以监控弹道飞弹跟水面舰艇 只不过花了这么多钱 让美方的推议人员技术代表 都来进驻乐山 但是我方却没有掌控权 让人质疑这钱花的值得吗 海空精准武器射击 各型飞弹在分散式直管架构之下 各显神通 但是防空拦截瞬间决定成败 第一线部队能否精确预判 关键仍然在于掀起预警 只靠自己的雷达当然有限 所谓侦查的 侦搜的距离当然有限 那当然我们讲 你越早能够 增吃目标的位置 那相对的 他有更多的余裕来做准备 也就是拦截的运重率 可能就会提升 台湾相关的手段和能耐 不做他想 国内有人戏称乐山大佛 国外则视为东亚之眼 1995 96年不是台海危机 中共用中短程的弹道飞弹 来轰击台湾周遭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开始建构反飞弹的能力 那你买了爱国者飞弹之后 你必须要有预警的系统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在2003年 就通过了这个预算 坐落在新竹乐山山顶的 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 耗时10年 赤资400亿建制 三面巨大的征搜阵列 据称360度 3600公里内的敌军动态 都在掌握之内 1999年当美国决定 把这个雷达给台湾的时候 我是美国空军的专案经理 后来当然我从军队退休以后 我就到雷神 在台湾做台湾的总经理 那时候台湾的雷达也是我管的 我们自己的UEWR升级的东西 后来在过去两年也装到台湾 所以台湾现在的雷达 也是世界最新的 它最重要当然是保护你的领导 而且它看到的不但是这些导弹 这是无人机 我等它近一点用枪打 不要发射飞弹 这个是巡弋飞弹 我用其他系统打 然后这个飞机是轰炸机 我用飞弹打 所以早点看到 早点给中华民国国防的系统 一个可以决定的时间 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天 24个小时 中共做什么 他都看得见 当目标升空 不论是中共对台发射的东风快递 或探空火箭 甚至远在东北亚的北韩试射动作 都在乐山雷达视野范围内 不过 每年超过7亿的维护费用 也代表着系统并不完全操支在我国 这个控制机台前操作的人员 是我们空军的弟兄 是没有错 雷达征收到了所有东西 我们都看得到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预警雷达的 它背后的软体 我们没有办法介入它的维修的部分 因为美方认为这是绝对的机密 2020年 时任总统蔡英文 市到乐山雷达站 这个漏网身影 不但证实了美方技术代表 长期进驻 也让盛传已久 雷达情资被美方尽数把持的质疑 不曾间断过 在美国本土有好几个雷达 另外有两个在国外 一个在英国 Farmingdale英国 一个在Greenland 这两个雷达都是美军管 然后有英国人 或者其他人在里面帮助我们 世界上唯一这个雷达 没有美军在就是台湾 美国的承包商 在那边帮助做后勤 和保养 如果需要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东西已经教 中华民国怎么做了 对不对 可是有一些部分在里面 因为这个部分很敏感 不能在外国拆开 所以中华民国拿下来以后 要给承包商来包装 然后报告 然后再送回美国 精明的布纸布件 还有软体细节 早期预警勤资 现阶段仍无法链接国造飞弹系统 因此天宫飞弹部队要进入接战 必须人工绕道够连 一派消息指出 研发中的强弓系统 部分用意是独自完备国产反飞弹体系 如果任何国家要把他们的东西 跟美国的系统整合的话 一定要美国做 美国战斗系统的原始码 不是承包商的 我们做出来美国政府买以后 原始码是美国政府的 那美国政府通常不会给其他国家 只要台湾愿意 把台湾的原始码给美国来做整合 飞弹预警中心的功能应该是说 那他征获了这一片目标 也确定了来袭方向 甚至于可能落点的位置的同时 这个时候要赶快将所谓的角度 通知这个天空被带领 我觉得整合还是要跟美方协调 毕竟这是一个这个功能的互换 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它实际的功能 也就是原始码必须要获得 这样才能够做系统的借接 运作细节 又公开资讯 随着台美台面下的合作 被层层包覆 整合与否或许不止技术面的考量 成果也必然对台湾空房有深远影响 TVB的新闻何江一日辅特有道 镜头带您转到阿根廷 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一上任之后 国内的物价翻倍 消费者支出下滑 甚至失业率还攀升 他采行的是修客疗法 要来救经济 大力实施这些尊结措施 没想到贫穷的问题 却是更严重 但是阿根廷的民众却认为 这可能是新政策 良药苦口 还是非常支持米雷一 而现在阿根廷的央行 为了筹措资金也放大绝招了 运送市值价值台币80亿的金条 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 宣称要把他运到海外验证 以利国际融资 被推击到受不了 阿根廷这名警察 直接对着民众出拳又出脚 引爆群众愤怒 来抗议的阿贝阿公 押着镇报警察就是乱权伺候 民众骂到骚瞎破音 这严重冲突就发生在阿根廷首都 起因就是阿根廷总统米雷一 否决掉提高退休金的法案 阿根廷恶性通膨严重 一般退休组每个月最低可以领22.5万批索相当于233美元的退休金 但是根据计算最基本的食物医疗等等一个月最低就要29.1万批索相当于301美元 也就是说退休金根本入不服出退休组失去45%的购买力 原本国会在8月22号同意要将退休金提高8.1% 结果米雷一9月2号就否决 炮轰米雷一所说的经济休克疗法已经实行9个多月不见效 根本是一场世纪骗局 明月沸腾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现在的狂人总统米雷一 以摇滚巨星架势颠覆阿根廷政坛 他主打支持自由市场减少国家干预 要把多年来阿根廷因为国家举债 苦称的福利补贴建设通通砍掉 而且一上任就直接执行完全不给适应期 先是放任阿根廷货币批索重贬百分之五十四 再来移除物价限制 结果就是一条巧克力棒短短几天涨价百分之八十 怎么说得过去 民众薪水没涨物价狂飙 买不起消费力锐减 没有需求就少了供给 工厂减少生产 除了日常所需其他非必要经济活动迅速冷却 这种极端做法就是为了压通膨 有人认为夏蒙药必定见效 确实阿根廷通膨率从去年十二月的百分之二十五 奏减到今年七月份只有百分之四 但是年化通膨率依然高达百分之两百六十三点四 离正常值远得很 米雷伊认为财政赤字就是阿根廷经济毒瘤 现在才刚开始切除手术 大砍各式长照医疗补助 结果就是 癌症病患等不到补助用药死亡 全阿根廷两千五百万人陷入贫穷 但是米雷伊的支持者相信 国家必须痛苦蛻变 今年四月就职未满一年的米雷伊 还在布宜诺斯爱丽丝知名的月神公园 举办新书发表会 现场像是摇滚派对 米雷伊不断标榜经济改革 就是要让过去享有政府资源 钱财的建制派把财富还出来 但现在受苦的却是普罗大众 退休了还要摆摊补贴家用 民众讲到哭出来 米雷伊大胆的经济实验 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问号 kyo bendiga los argentinos y que la fuerza del cielo nos acompañe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最近很疯 两件东西 一个就是养石头 另外一个就是国产游戏 黑神话悟空 不过他们的经济成长 却没有反应出来 一颗随处捡来的小石头 平凡无奇 却是现在年轻人的精神支柱 我刚刚在用这个肥皂 洗我养了两只小石头 不只帮石头洗澡 还给他换衣服打扮 石头窝里家具装潢都一应俱全 连一日三餐都照顾到了 其实宠物石头 最早是从美国开始盛行 美国人Gary Dar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 发明了石头宠物这个概念 并将之商品化 没想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这个创意很好付出 因此宠物石没过多久就凉凉了 没想到沉寂了半世纪后 宠物石头风潮重新在韩国掀起 还有出售石头的店家 一个月就能卖出150颗到200颗 连偶像明星都沉迷其中 甚至让他的小石头出国留学 这股热潮延烧到中国 许多年轻人狂在社交平台晒爱宠 分享如何细心呵护自己的宠物石头 淘宝数据显示 整个八月宠物石销售量比上个月大增快2.5倍 卖家可月赚约18到22万台币 买气热到就和当年美国的宠物石 每个月可进账100万美金差不多 而一年前中国年轻人还热衷养芒狗 有网友就把晒干的芒果盒当成宠物养 说他有一种毛茸茸的手感 比猫毛狗毛稍微硬一点 但是不用喂养不用蝉食 想起来就撸一撸 里里毛主打一个安静陪伴 但想为枯燥生活增加刺激感的人 对近期中国推出的国产3A游戏 黑神话悟空也许更心动 最新试掉数据显示 黑神话悟空在两周内卖出1800万套 销售额高达277亿台币 发售后一小时 游戏平台Steam 线上玩家人数突破百万 他开头那边做得很好 整个画面整个美术风格 然后他的国画风 也是给你很强的那种画面冲击感 不论是下班后埋头打game 还是对着芒果或小石头说话 都成为中国年轻人最能抒压的管道 不用烦恼与人交心 不一定得到安慰 也不会像照顾真的宠物一样 背负更大养育责任压力 心理专家表示 这也凸显年轻族群 越倾向躺平的文化 就像当年美国流行宠物石头 也是因为年轻人 希望摆脱越战 及经济的社会压力 国际多家投资银行 包括摩根大通 瑞银 野村证券在内 都下调对今年中国 经济成长速度的预估 幅度都不超过5% 彭博追踪的74位分析师中 也有将近7成人 都估计中国今年GDP成长 会低于5% 专家分析中国战狼式外交 也是国际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阻碍 分析师直言 中国恐怕得改变制度 减少政党干涉 才是拼经济的唯一解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